长哥又学人讲佛,果然长哥讲佛收到很多回应, 长哥哪有资格讲佛呢? 不过哪个人有资格呢? 你要有多少Quality才可以讲佛呢? 很开心我讲了几次,收到有些朋友的回应, 譬如有位叫Wilman,我很多谢Wilman提供了很多资料, 想和你分享,他想帮我们认识释迦牟尼佛, 认识佛陀,他说释迦牟尼佛, 学佛首先要认识他,你如果不认识佛陀是怎样的呢? 你会走很多弯路,你要认识他就省回很多弯路, 真正得到佛陀教育的利益, 你说佛教教什么呢?就是教释迦牟尼佛, 释迦是什么意思呢?释迦就是仁慈, 这个佛陀是很仁慈的,实际上对待我们今天的社会, 我们这个社会的众生缺乏的就是仁慈, 没有爱心,不但不去爱人,大家连自己都不懂爱, 所以爱人容易,自爱爱自己才能爱人, 如果对自己都不爱,怎可能去爱人呢? 所以佛在这个世间上教学教什么呢? 教一样东西而已,就是仁慈, 教我们对人有爱心,有慈悲心, 大慈大悲,对待一切众生, 这是佛法教学的内容, 对自己就是牟尼,这句话是古印度话, 牟尼是什么意思呢?现在我们所讲的就是清静平等国, 牟尼现在的意思就是直静,很静, 我们用经提索这两个字来讲就是很明白, 就是心地清静,心地平等,心地国而不迷, 所以这就是释迦茅尼的意思, 你说这个名字几正呢? 就是再讲一次, 释迦茅尼佛教我们什么呢? 教我们要用清静平等的觉醒心, 教我们要大慈大悲,对在众生, 这个就是佛陀的教育, 所以其实本来释迦茅尼不是叫这个名字的, 它的真正以前的名字叫释达多, 它是在我们周代周超王24年出生的, 它离世的时候是周牧王53年, 以外国记标准来讲, 它实质是足79岁, 我们中国虚零就是说是80岁, 它是80岁走的, 它是谁呢? 原来它是王子来的,王子出生来的, 它老爸是当时加比罗维的国王来的, 即是现在的尼泊尔, 所以它是属于贵族,王族的, 它年轻时就很好学, 由很小开始心地非常慈悲, 看到有些苦难的众生, 它就开始有怜悯的心情了, 它想下怎样可以帮到人家过幸福美满的生活呢? 它看到生老病死, 于是它就想着, 不如我出生来, 我要出家了, 19岁, 王子都不做, 离开了皇宫, 周围去学, 去佛门, 去拜师, 现在我们所谓的沉思仿道, 学了十二年, 由19岁学到30岁, 它找得到的全部都接触过了, 那有没有解决到它的问题呢? 没有, 我们真心比心, 我们年轻时可能都是这样的, 什么都要打烂山盘, 闻道读, 要找到答案才是甘心的。 那我们这位王子, 学到没得学, 它就将这十二年学到的东西, 全部放低, 但是在行河边, 那一棵不勃罗树下面, 在树下面入定, 入非常深的更深的禅定, 更深的禅定令它觉悟了, 出定之后, 就大致大应了, 叫做明心见证, 见证成佛, 问题通了, 答到了。 释迦牟尼佛的佛教是教育, 佛台的教育, 释迦牟尼佛一世, 由开吴那日开始, 30岁开吴, 去到79岁元席, 这段时间, 每日停过, 据历史记载, 它是讲经三百余会, 说法49年, 三百余会, 就是说我们现在开班教学, 一世人, 就扮了三百多班教学, 49年, 佛法其实是讲什么呢? 它讲的就是释迦牟尼, 但是这样讲很笼统, 现在我试试讲一句, 看一些好不好? 释迦牟尼佛, 49年它讲什么呢? 讲一样东西, 就是讲伦理, 伦理是什么? 伦理是人的关系, 人与人的关系, 人与动物的关系, 人与植物的关系, 人与矿物, 与山河大地的关系, 与人与自然现象的关系, 就是与宇宙的关系, 还有人与不同层次空间的关系, 例如释迦讲的, 有道德, 他讲因果, 他讲哲学, 讲科学, 这五个项目, 他都讲到是非常圆满, 真是不简单。 其实释迦是什么身份呢? 他用现在的话讲, 是一个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义务工作者, 他教学是不收学费, 非常热心的教导理, 起心动念, 他平时想的事, 语言造作, 他讲的, 他做的, 都是为后世为他的学生立榜样的, 总之就是学为人私, 行为誓范, 全世界的模范, 他做到了, 佛经里面没有一句话是假的, 他真是做到, 而且做得这么圆满, 我们学佛要在这些地方学, 没有了自己, 自己在哪里? 宇宙就是自己, 所有众生就是自己, 我们将宇宙看作我们的身体, 我们看到众生都是我们身体上的细胞, 这样就对了, 释迦牟尼佛的确是这样看的, 这个看法我们无法想像的, 什么时候, 你真是放下妄想分别执着, 明心见性, 你与佛的看法, 那就相同了, 完全相同, 这个肯定才是佛陀的教育, 这个就是我们根据学佛, 一世可以做佛, 至少你未成佛都可以做到菩萨, 那你这一世, 你的修行就有些成就了, 那大家听了这么多, 了解到释迦的生平, 和他真是做些什么, 他的成就, 你有什么觉悟呢? 我好开心听到, 原来他是示范了给我们看, 什么是生命里面最大的价值, 所以长哥现在长期都向他学习, 那是巫师这样, 希望我可以做到, 巫师这样奉献, 所有的都都献出来, 是见到众生的苦难, 因为有这么多人找我, 还有我真是去看, 去体验, 知道周围的人这么惨, 被人骗, 被人控制, 被人陷害, 有少少的慈悲心, 因为正如刚才介绍的, 我们想学的就是, 这个宇宙就是我们自己, 如果有只动物很痛, 譬如有只虫鼠很痛, 我都很痛, 因为它就是我了, 我跟它是无分别的, 这样咯, 那长哥就是智慧很低的, 我的根气很不堪, 但是学下学下, 好像现在这样, 又得了大家的回应, 给我这么多智慧, 我好感激, 所以再次多谢Wellman, 提供了这么好的资料给我们, 我们知道斯加茅尼, 怎样成佛, 知道他是教我们什么, 用什么方式去教, 他怎样为我们立榜样, 以后做人更加有信心, 可以演绎到自己最佳版本了, 多谢您收睇, 拜拜!